曾随处可见的老鼠 为何在城市农村都越来越少见 它们都去哪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曾经泛滥到让人深恶痛绝的老鼠 近些年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城市里如此就算了 连农村也很少见老鼠的身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仔细查询发现 原来是现在人们的房子不再适合老鼠生存了 过去土坯 茅草或者是木制的房子 可以被老鼠轻易咬穿 但近年来人们盖房子都用上了更结实的材料 城市的钢筋混凝土大厦里 完全没有老鼠生存的空间 而在农村的砖瓦水泥房里 老鼠依旧没办法到处打洞 一旦现身就很容易被人类抓到 其次 人们的不再大规模囤粮了 老鼠在人类的厨房 粮仓等地方无法找到食物 过去人们习惯囤积大量的粮食 粮仓和厨房有很多鸡脚嘎拉供老鼠钻型偷切 但是如今买粮方便了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人们都不会大量囤粮 少量的食物都存放在密封性好的容器里 既没有可供老鼠藏身的鸡脚嘎拉 也没有散落在外的大量粮食可供它食用 再一个 农村的种植习惯改变了 大量的农村人进城打工 农村很多露天农田荒废 老鼠无法在田里得到食物 一些专业种田的地方 农业 化肥 以及大棚的食用 都限制了老鼠生存 大水漫灌的浇灌方式 也淹死了很多喜欢打洞的老鼠 最后 人们灭鼠手段特别多 上有官方有专门设计灭鼠方案 普通的民众也得出其招 市面上的年鼠版 老鼠要层出不穷 养猫的人也越来越多 在所有人的齐心协力下 老鼠离开了人类的生活区域 人们在家里很少见到它们的身影 老鼠越来越少见 是不是说明它们的数量变少了吗 这当然不可能 从世界范围来看 老鼠的种群数量不但没减少 还比过去增加了不少 澳大利亚的鼠灾一年比一年严重 英国巨型老鼠泛滥 两亿只老鼠大面积入侵英国家庭 美国新闻报道 光今年9月 就有2万多起木鸡老鼠的事件 可见老鼠泛滥有多么猖獗 即便是在我国 在远离人类居住区的垃圾堆 下水道等地方 依然有大量的老鼠生存 之所以老鼠赶不进杀不绝 是因为它的身体配置实在太逆天 几乎所有的老鼠都能算是运动健将 爬树 跳跃 游泳等技能 它们非常娴熟 研究表明老鼠的下巴肌肉非常发达 每平方英寸可以施加12吨的力量 要知道白晶这样的巨物才只有每平方英寸两吨左右的力 并且 它们的牙幼稚也非常坚硬 牙齿还会终生变长 坚硬的牙齿和强大的咬合力 让它可以轻易咬穿模板 挖穿地面 优秀的听觉让它们可以捕捉到人而无法感知的超声光 独特的嗅觉系统可以让它适应 垃圾堆 下水道等人类难以忍受的恶臭环境 如此逆天的配置 使老鼠的适应力非常强悍 除了冰天雪地的南极洲以外 其余六大洲都有它们活跃的身影 此外 老鼠的繁殖能力也非常强悍 一只雌性老鼠一次可以生育最多二十个幼崽 而且它生育之后不到一天时间 就能立马发情交配 然后再次怀孕生宰 相当于它们可以无缝衔接 一胎断奶后另一胎立马接荡出生 实验表明 雌雄两只鹤家鼠配对后 只用一年就能繁殖出一万五千多只幼崽 据统计 如今全世界共有二百亿只老鼠 它们每年要吃掉五千万吨的粮食 加上被它们污染而不能食用的 加起来可以养活两亿人 再加上老鼠还是传播疾病的主力军 历史上由它们传播的饼干 鼠疫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黑死病更是导致欧洲一亿多人死亡 因此 全世界很多人都对它们十分厌恶 希望老鼠赶紧灭绝掉 那么老鼠灭绝掉会怎么样呢 老鼠灭绝的话 受最大影响的就是我们的医疗行业 要知道目前医学实验室 研究所里的各种活体实验 各种前端药物 美妆产品等研究等 都离不开各种老鼠 依靠特殊老鼠扫梅 以及通下水稻的作业 也会受到影响 并且老鼠灭绝也会对生态链造成很大的影响 老鼠是很多食肉动物的口粮 像蛇 猫头鹰 黄鼠狼 野猫等动物 都把老鼠当成主食 一旦老鼠灭绝会影响整个食物链的运行 另外 即便老鼠灭绝了 一些该有的传染病也未必能全部灭绝 因为老鼠只是其中一个载体 真正的治病原始各种细菌病毒 它们的生存能力很强悍 即便没有老鼠 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传播 就像最初只传染鸟类的禽流感 后来也蔓延到猪 马 鲸鱼等哺乳动物身上 变成了猪流感 所以说老鼠虽然讨人厌 但是人类要想正常的生活 还是离不得老鼠的存在